第30多节枪佛办公室 第23号公告 根据国际佛教僧礼总会送来的有关洗瑶根灯 伽玛巴登诺德仁波且金刚幻体禅修法圆满 举行感恩第30多节枪佛法会的讯息 同时接到一些人请求第30多节枪佛印证 关于巴登诺德仁波且的金刚幻体禅是否属实 是否是他学法后自己修开的 他早就破阿法开了顶吗 并说金刚幻体禅比破阿法功力大过千倍 这是正确的吗 为此办公室答复如下 第30多节枪佛说 我自己说谁是凡 谁是圣 是不能作为定论的 我自己是惭愧者 我真正叫大家的修行是已发在网上的 解脱大手印 两大心水和 什么叫修行 为修行依据标准 如果你要了解人生宇宙的关系 就要听我讲的 借心经说真谛 我无权做圣凡定论 因此我不参与任何佛教机构举行的圣德级别考试的鉴定 无论是什么圣德要学佛法 两大心水才是一切大法的根源 第30多节枪佛办公室没有设立对任何修行正量测验或考试鉴定的项目 不做这方面的事 当然经过七师时证当场考试 这是拿因果来担保发誓公认的 但办公室根据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准确信息 为金刚幻体禅修法成就者 在科学仪器的检测下 只能作为基本的三师期证对开顶者的参考证据 不是最终的定论 真正确切的定论必须要通过七师时证现场考试 证明道衡的正量等级 由七师时证亲身兼考 亲眼所见定论真实不需 才发给圣证书 总之是什么等级 请你们自己看实证者的圣证书 凡时有七师时证的圣证书者 无论社会上任何对他好的传言或是非的放言 都不影响圣德的本质 圣证书是唯一铁定标准的依据 如果是假的开顶 不显道亮 十七个出家人或人多且就不敢以堕恶道而发誓 为为开顶者担保 而且每年都要考一次作为年审 是对行人的负责 以免误认识到退凡的人为圣人 根据了解喜饶跟灯人多且早在十年前是扑阿法开顶插槽 后来由于他的行驶关系造成一些负面的传言 但是他确实在三年间学了金刚幻体禅的法 目前据他们传的资料显示开了顶 但本办公室至今没有见到七师时证现场监考定论的结果 因此我办公室不能答复该人多且是否真开了顶 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德 人多且必须要清楚一点 释迦牟尼佛的四一一之一一法不一人 无论是什么人 受金刚幻体禅禁刑法 只要能经期师时证考试显示合法到量过关 那确定地说就是无疑的金刚幻体禅进行大圣德 如果有人对持证者非议 无论是什么人 此人绝对知见不正 至于所问到的金刚幻体禅与波阿法 绝对不是同一层面的法 波阿法是天地之差于金刚幻体禅 只是具备波阿法开顶并不是圣德 而金刚幻体禅是大圣德 所以波阿法才只能插草表示 是没有展显时相道横的境界的 第三是多杰枪佛办公室 2011年9月29日